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一款杯垫的制作方法 这边是我们用到的一些工具,那这个是针 针的话,我们首先要看一下这个针的指数 我们需要把针扭开,就是保持在这个 这个滑块是在最前方,最上方,大于12的距离 然后再把它留紧 那这样子我们获得的针头就会更长一些,做出来好看一些 好,这里调整完这种留紧 那接下来我们先从穿针来开始学起 穿针的话是需要用到这样的一根铁丝,它叫做穿针器,需要用它来辅助的 大家拿到的应该是一个比较值的,因为我这个是用了比较久了,所以会有点弯曲 穿针的时候呢,我们先把针就是穿到这个洞洞里面 这样子穿过来,然后呢,把这个针呢,再穿到针管里面 就是这里要有两道,一个是穿进这个小圆孔 然后呢,再穿过孔,再穿到这个针管里面 好,如果大家有遇到跟我一样,就是那个针,穿针器比较完全的情况 大家把这个后面这个东西可以拿掉,然后呢,把针穿进来 穿结后再把它这样子合到里面去 保证呢,这个穿针器是这样子,从头到尾这样子很顺畅的穿过来 好,接下来我们把它这个,把它分开一点 我们呢,把这个线头,夹上去 然后呢,再一次性的全部,拉过来,好了 拉过来之后,我们把这个,取下来 取下之后,调整一下我们中间的这个,线头的长度 如果有遇到就是比较这种,松散它的粘度消失了的话呢 我们用剪刀把这个,线头的剪掉就可以了 好,保证线头呢,就是扭一点这样的一个线头 这样子,那我们的针呢,就全部穿好了 好,现在来开始正式的制作啊 做之前呢,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针呢,是什么使用的 就是像我这样子一个手握的姿势 怎么舒服怎么来哈,然后呢,找一个点入针进去 呃,就从这里开始 穿的时候,我们把针垂直的这样子搓进去 如果遇上不好,搓,搓不动的时候呢 把针转一转就好了 穿进去之后呢,看一下背面 这样子,我们把针回收 看一下背面的这种效果 它就会留下一个这样的小线圈 那这样的小线圈就是一针 一个线圈就是一针 好,穿进去之后,这边我们回到这边哈 穿进去之后呢,我们把针提起来之后呢 我们再往前移动一 移动一小格 差不多,保证在一 一到,你捏五毫米左右的距离吧 你不要太长了,这样子一个距离 然后呢,我们把针再穿进去 这样子穿进去,看一下 背面,然后再 然后再轻轻的提上来之后呢 我们再把针往前移动到下一个地方 再戳进去 好,轻轻的提上来 记得大家提上来的时候呢,我们的针尖呢 是沿着布面向前移动啊 就是不要把手抬太高 抬太高就会造成这种情况的脱线了 这个新手是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 就是这里,就是一定要就是 搓进去之后呢 轻轻的提起,然后移动到我们下一段地方 然后呢,再搓进去 再轻轻的提起 然后针尖呢,沿着布面往前移动 再戳进去 大家做熟练之后 这个过程就是比较很连贯的一种动作 不会像这样子 因为针才刚刚教大家嘛 然后再戳进去 提起 戳进去 看到没 这里这样的一针一针 就是我们这个每一针的一个箭矩 如果大家在做的时候呢 尽量也是保持在差不多这个长度吧 长一点点没关系 这不要太长了 我再做几针给大家示范一下 搓进去 提起来 搓进去 提起来 好 这里再给大家讲补充一点 就是我们在做的时候呢 看到我们的针看到没有 我的这个始终呢 是这个 针尖上有个这样小斜口 看到没有 我是始终是朝前做的 就是你可以偏一点 可以歪一点 都可以 但是你不要这样子 不要这样子 是往后绕的 所以你要保持这个针尖的斜口 是一种比较超前的一种状态在做 那这样子的可以保证我们这个 出现这个从头部到 从一个尾部到头部的出现是比较顺畅的一种状态 那我们做的时候呢 就会更流畅一些 好 看到这里我们这有一个转弯的地方吗 不用没关系啊 我们继续的 往前搓就好了 这个做法还是比较就是比较随意的 就是沿着这个图案一直往前搓就好了 就没有特别的是有规定的针法呀 这样的地方 大家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大家新手做的时候 会很容易就是导致那个线有点脱线的 这种情况出现 这个没关系啊 如果脱线的情况下呢 我们会留下一些这样的小的小洞 没关系 我们用那个针尖 把这个沿着这个线的把它刮一刮 因为这个搓的话 是把那个布面的金尾线给搓分散了 我们刮一刮的话 这个布面就会复原的 刮完之后 我们把线调整一下 调整贴近布面之后呢 我们继续再接着搓 那这里就是开始做的时候 大家需要稍微的多多练习一下 因为肯定有很多人是对这个针不太熟悉的 因为大多数都是新手嘛 可以反复的这样子练习一下 学会了这个针 它不拖线之后呢 我们再来学一下这个 控制这个间距 保持这个间距呢 像这边一样 比较均匀一点 它均匀一点之后呢 我们后面的这个小线圈呢 就会更好看 所以到时候做出来成品的 也会更浅的更精致一些 还有一点 如果大家发现这个 这里比较松散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它拿到背面之后 我们稍微的就是 拿起一缕 这个后面的这个小线圈 可以把它稍微的提一下 但是不要耽搁耽搁 就我们也可以手稍微抓 多抓一点这样子提一提 这样子也会更紧一下 这个方法是比较适合适用于新手的 好了这一串呢 我都快搓完了 还剩下最后一点 这里要给大家讲解一下 我们先搓 搓到跟它手尾相接的地方 给它粘上 粘上之后呢 我们把针 就是找好你背面的这个 这个小线圈看到没有 用手把它按住一下 因为我们要把针拉出来 以免全部被拉出来了 然后拿出来之后呢 就这样子用手清净的按住就可以了 拉出来之后呢 我们剪断 黏着剪断就可以了 贴近剪断 这边开始留着这个线头也可以 现在开始剪了 不要一开始就剪了 因为很容易 布面比较松的情况下很容易脱线的 做到一圈之后 做一定的面积之后再来进行剪 好看一下这个一圈就搓出来了 再看一下背面 避免这种毛绿色录就出来了 然后如果就是大家搓久了之后 这个布面可能会有点松哈 松了之后就很容易脱线 就是这个布面 大家可以就是把那个 把这个布 如果出现这种布面松的情况下 就把这个布稍微四周 这样子扯一扯 然后呢 把这个前面这个螺丝呢 再拧紧一点 这样子扯一下布面之后呢 再拧一下这个螺丝 就可以把这个 搓的这个布面把它紧一点 因为是越紧了 会越好搓一些 尤其是新手们来说 松的话呢 会很容易挂不住线 好 那这个图案呢 大家看一下 我们已经把就是这个颜色 这个浅棕色颜色 我们已经把这个 里面这一串呢 搓出来了 我们来继续呢 把外面这一串的方位 也给它圈定出来 就是简单之后 我们要重新入针了 入针的位置 没有什么特别的特定的地方 就随便就从哪 只要在这个线上就可以了 同样的搓进去之后呢 我们真往前走 好了 现在可以看到 外面的这一串呢 已经首尾相连了 因为我们要接下来 继续要搓 我们里面的这块甜色 所以这里呢 我们就不断线了 我们就接着 就是往旁边的这边走线 旁边挪一点点往前走 顺着它之前的这个边边往前搓就好了 同样的也是控制一下这个间距哈 间距均匀一点呢 后面的这个小线圈呢 也就会更均匀一点 把这个线都可以剪掉了 然后这个呢 就是这样子 一点点的就是把我们的这个 这出出来这个范围呢 把它们全部填满 然后一圈圈的往里面来进行 搓 好了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做了好几圈的之后的一个状态啊 嗯 我们这每一圈每一圈之间呢 就是相当于基本上是比较挨得比较紧的状态 那我们到时候这一面 因为这一面才是我们的正面嘛 这个毛绒的这种感觉才会更加的好看一些啊 好 然后在这里大家在做时候 有时候会圈这种情况就是 我们在搓一搓的时候 我们会把之前的这个给它搓出来了 这里没关系啊 再混把它修剪下就好了 然后呢 这里就是要 要给大家强调点去 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大家在做的时候 就是保持就是这个针尖啊 可以稍微的偏一点 就是让它朝外 就是朝向比较空的地方 这样子搓 看到没 这样子搓一下 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 就是把已经搓好的那个那个线给它搓出来了 因为尽量不剪的话 还是会更好看一些 好了那我们的这个这块颜色呢 我们就做完了 接下来我们来做它的脸部 脸部呢是需要先把脸上的这些五官 眼睛鼻子嘴巴这个腮红先做出来 之后呢我们再来填充这个皮肤的颜色 同时呢这里的我们的这个针呢 要有一个调节哦 之前是调到的最大嘛 然后现在我们要把它往里面调点 这个螺丝拧松 我们这个调的素质呢是控制在就是 8和10的样子这个之间 看到没8和10这样的之间 然后再拧紧 那我们这个针头呢会相应的变短一点 因为做出来的效果呢是外面高里面低一点嘛 是这样的效果 好调好之后呢我们就串线 我们先做它的眼睛两个黑色眼珠 好了这里就直接入针 然后呢也是跟之前一样 我们先沿的这个这个线 然后呢再搓一圈出来 然后呢再一圈一圈的往里面搓 把它剩余的部分呢填充满 基本上搓的做法都是这样子的 就是搓一圈然后呢一圈圈往里面做哈 好搓完了 搓完了我们用手按住一下 好 线头剪断 这边呢也把它整理一下 剪断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绒绒就明显的就比这个 这个棕色的这个就会 矮很多 然后这样子就会形成一个 外面高里面凹下去的一个 脸部的这样的一个 很有趣的一种效果 那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呢 把它的眼睛呢 还有鼻子这一块呢 黑色部分全部先做出来 好了黑色部分都做完了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眼白 就是白色部分 那这里呢有一个小诀窍要交给大家 就是大家在做的时候就是 为了避免就是两种颜色在 就是融合在一起的时候 会很容易搓到一起 所以呢我们在做的时候呢 我们用手可以稍微的把这个 这个已经做好的我们旁边 旁边按住一下 就是不要让它 不要让它们两个混在一起了 那这样子做的时候就可以直接 可以搓 然后我们全部做完之后呢 我们也不用说专门来 来进行分色啊 最好是用这样子按住 只要搓完这一圈就好了 可能现在大家会有点不清楚 待会做到后面的时候 大家会明白我这个 嗯 为什么要这样子来做的一个原因啊 好 按住之后 按住之后呢 我们只要搓完这一圈 然后就不用管了 我们就可以正常的错了 好了来看一下我们这边 这里的黑色跟白色就很明显 两条交接线不在一起哈 这样子就可以做出来好看一些 好了 做完之后直接剪断就好了 好了现在呢 五官部分就全部完成了 我们来做它的脸部的部分 那脸部呢 跟之前做法也是一样的哈 就是也是需要 就是说我们在做的时候呢 需要把背面这个长一点的这个线 先用手给它 用手给它按住 让它 不是那种散开的那种状态 直接找一个点搓进去就好了 然后也是这样子一圈一圈的往里面收拢 然后一圈一圈的搓满 好了给大家看一下 所有的搓的部分呢都已经做完了哈 耳朵还有脸这个脸部都做完了 那我们把它翻过来 那这一面呢才是正面哦 看到没 这里有一个高低的插度 这个就是正面了 然后脸是往里面缩的 然后这个耳朵也是也是会矮一点点 好那我们需要把这些刚刚搓出来这个线头呢 给它修理一下 就是沿着这个相同的高度把它剪断就好了 好了修剪完之后看起来是不是更好看了一些呢 那我们还有接下来一步啊就是之前说的 就是两种颜色交界的地方 嗯就像我们用手稍微的把它往旁边弄一点之后呢 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地方的形状会有调要需要调整啊 比如说这个眼睛呢这种 尤其这种小的地方 那我们就用一个针一个针尖把它稍微的调整一下 剥一剥就好了 这个鼻子也是形状变了哈 好了全部调整好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框子拆下来 因为要搓的部分呢已经全部做完了 我们来做最后的一个分边的部分 把这个螺临松就可以直接拿下来了 然后这个锈框已经不需要了 放旁边就好了 拿下来之后呢我们拿出这个 配的这个水削笔 我们来沿着这个边边啊 这样看得更清楚一些 沿着这个边边差不多 两厘米左右的样子吧 我们用手简单的把它描一个圈出来 我们再沿着这个 线画的线的把它剪下来就好了 好了剪下来后就是这样子的 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一步哦 就是像这样子来进行 剪 这样的分开剪 我们会把它这样子要剪成这样一条一条的小方块 那大家剪的时候注意不要剪到毛线了啊 就是剪到白线之后就容易散开了 靠近毛线的地方就可以了 像这样子剪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好了全部剪好后就是这样子的 有点奇怪哈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拿出我们之前说的这个胶 直接这个胶呢是这个里面有一个白色的东西要把它弄掉 因为我这个是用过的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拧松一点 拧松一点之后呢这个头头这里就可以 就可以出胶了 除胶之后我们都可以 反正大家把胶涂在那个上面就可以了 像我这样子 那这一步呢就是要把这个 把它固定下来 免得在以后的使用过程中 出现散的这种情况 然后把胶这样子刮平就好了 好了全部刮平之后呢我们再多挤一点胶啊 因为我们要把这个 我们刚刚分成的这个剪的这个小小小小布片呢 把它一点点的贴到这个布面上 所以贴的时候需要沾一点胶 这样子会贴的更老固一些 就这样子沿着这个边边把它贴上去就好了 好了现在就全部贴好了 贴好后可能会有一点点翘边 没关系的 因为我们后面还会有个封边的过程 然后呢这个就要拿下去 拿下去就是把它晒干这个胶 然后浇水晒干就好了 晒干之后我们就开始做下一步的工作 好了现在呢就是它干透了之后的一个状态 那接下来我们还剩下最后一步就是 我们要拿出这个布织布的棉片 然后呢我们把它这样子放在上面 然后再拿出这个这一支水消笔 我们就沿着这个图案呢这样子 描摹出一圈出来 好出来之后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很大致的这样的一个图案了 然后呢我们再沿着这个图案把它剪下来 可能会有点不规整这个没关系的 因为我们后面会再简单的调整一下 好了剪好之后呢我们把它就是有痕迹的这一面 有笔合在这里面我们把它这样子翻进去 这样子和它这样子放着 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 就是这个会稍微的大一点点 因为大一点会留一点 留一点余地在这里面的就是一样小 或更小的话这样子做来就不好 是稍微需要稍微的大一点点 好然后这样子放好 之后呢再拿出我们配的这样的一个定位针 看到没有 我们把它就是上下和好 尽量的就是能够合在一个全部都都正常的 就是在中间的一个状态 然后我们用株针呢 也就是这个定位针 我们把它这样子插进去 把它这样子来固定一下 看到没有 小心一下不要手搓到了 它的位置固定一下 因为接下来会来进行缝合 这样子就不会说缝了缝的时候 它边缝边错位了会跑了 这种情况出现 差不多固定的三个又差不多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抽起一段 这个白色的这个毛线 然后进行穿针 穿针之后呢 扭两个扭两个线头 不是双骨的 是单骨的 一个线头短一个线头长 在长的线头这边呢 我们打一个结 好 结打好之后呢 我们就来开始来进行 把这两片呢 来进行一个缝合 好缝合的时候 首先我们只先 我们先缝合到 只缝合这个布织布的这个 棉片 因为我们要把线头给藏在里面 之后呢 我们再来 把这两个来进行缝合 雾菌之后呢 我们就在它旁边的地方 隔得很近的这个地方 我们把针把它 拉出来 看到没有 两个要进 针隔得挨得近一点 因为这样子的话 待会做出来也会很好看 然后同时也要注意一下 就是不要把我们这个 搓好了这个毛线线圈给卷进去了 好 拉紧 拉紧之后呢 我们再 再次的 往针往旁边走一点的距离 差不多0.5厘米的样子吧 再次入针 就是把两个 我们的这个 搓针的 搓的那个布的这一块 和我们的布织布棉片 梁子一起合起来 然后同时把这个线 看到没有 把这个 这个线我们放到那个 那个针的前面 然后再拉出来 这一种 这是一种 比较常见的一种 锁边的一种 缝纫的一种 缝纫的方法 每一帧都需要把它放到它的前面 它也会形成一种很好看的纹理出来 然后呢 同时我们也是要控制好 就是我们这每一帧每一帧的间距哈 刚刚说的是0.5厘米左右 不要太大了 太大之后做出来会有点 会形成一种不太规则的那种图形 稍微差不多控制到0.5厘米就正好 好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样子就绳绳的像 一种很好看的这种锁边的这种纹理 那做出来之后呢会更加的精致哈 那我们大致呢就按照这种缝合的方式 把这一圈呢全部缝合好 好了我已经缝到这个耳朵这里来了 这里给大家给一个小建议 就是比如说缝到上这种耳朵 这种弧度比较大的 转这个比较大的地方呢 我们这里可以把针的这个针角 可以稍微密集一点 这样子会好看一些哈 然后再一点就是如果大家发现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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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棉片 它的图图形明显的大于这个我们这个底下 搓的这个图的这个图案的话的我们可以把稍微的修演一下 稍微调整一下这个都是ok的啊 调整一下这样子也要做出来也好看一些 好了现在做到了最后一针啊 最后一针要记得我们要把它搓到我们第一针的那个那个位置上 然后把它缝过去 这一针会有点难拉因为这里有点厚 那这样子才会把这个纹路呢才会形成一个手维上连哈 然后之后呢我们把针呢 要把线头藏在这个里面里面怎么藏呢 然后我们就沿着这个纸片搓一点点 看到没把它走到里面去 然后我们再往里面走走几根线之后再打结哈 打结再慢一点给大家再再演示一下 就是在在那个针上面这样子绕两圈看到没有 就可以直接来打结了 拉出来之后它就是一个结 因为我刚刚这里被我 好有了这个结 结了之后呢我们再往里面缝合几根 把这个结呢也给它藏起来 我这里出现了一点失误啊 刚刚不小心把它弄到 然后我们正常就按到这样子 然后呢直接剪断就行了 那我这里就直接剪断吧 好了 那这个杯垫的所有的制作方法呢 就全部完成了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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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